你要用一個華也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把中華民國憲法廢棄掉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讓台灣成為一個中國 讓台灣成為中國一部分的一個重要的象徵 所以外交政策也是一樣 所以廢棄中華民國體制之外 必須要持續的向國際社會宣布獨立 說我要建立兩個中國 一個叫做什麼華民國或什麼 你那麼喜歡華 之前就是中華台灣共和國 或是中華台灣民主國 就是雷正或者是之前的外交部次長 但是就不能用中華民國 為什麼你要讓聯合國去改憲章 把中華民國拿掉 聯合國會改 北京會改 他就是代表中華民國在開會 所有中華民國的財產就是由北京繼承 你繼續要用中華民國 難道要把北京所繼承的中華民國的所有的一切都吐出來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你就是要放棄中華民國體制 還要持續的向國際社會宣布 我要建立兩個中國或一台一中 台灣自己都不確定自己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 不敢向國際社會宣布獨立 那各國怎麼有那個權利 來開始承認台灣是國家 台灣不敢說自己是國家 怎麼能參加這個國家才能申請加入的人物 我們現在不是人物 它是國家人物 就可以了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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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